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谁让他去投诉他 不应该投诉 应该同肚腔病 你觉得呢 你刚来你不知道 小天女朋友被快递小哥给抢了 我知道啊 而且是在情人节的时候 多尴尬 好了 你别解释了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要是我女朋友今天收不到鲜花 我一定投诉你 喂 盈盈啊 你今天什么节你知道吗 盈盈盈 你今天我花花都没收到 你怎么不应该啊 你该想算过了 算了 算手吧 算了 这都多少天了 盈盈还是不理你啊 你笑什么呀 啊 没事儿 你还有我呢 有你大爷 你跟我说对不起没用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 我女朋友跟我分手 好 那这样好不好 我跟你女朋友去道歉 随你变 这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赵天啊 今天来的就是要告诉你 咱俩不合适 我觉得丽和大爷在一起 你们两个演戏吧 盈盈啊 就算分手了 你也没必要找一个送快递的呀 你们两个才认识多久 时间可不是问题 对啊 我们送快递的 最主要的就是讲究效率 你闭嘴 盈盈啊 赵小天 你看看你 上班几年了还是个人生主 盈盈还是个屌次 那看我们家大伟 他是他们公司的业绩冠军 而且薪水是你两倍的 最重要的是 他过一阵就要生殖做主任了 这种事情当着外人的面 咱们要低调一点 没关系的 年轻人 生殖呢也是要看运气的 怎么样 亲爱的 晚上我们俩吃点什么呢 咱们也别在这儿吃了吧 去哪儿 我知道有家小龙虾店的 咱们去小龙虾去吧 好啊 小龙虾特别棒 盈盈 你不是不能吃辣的吗 没有啊 大远喜欢吃 我就去吃 好 那我们就去吃麻辣小龙虾 那我们就先走了 再见了 拜拜 我只是个送款递 各位都听好吗 这次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 拿下牛的喊这个感慨 有没有信息 有 老板 没问题 只要我续合答答 保证你没问题 好 那今天的会呢 就到这 上会 好 亲身点 亲爱的 想我们啊 什么 要到周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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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 没问题 宝贝 女人啊 就这样 嫂子不是出差吗 你跟谁 跟大海签合同那事 您抓紧时间 弄一个项目策划给我 下周一一定要交在我手里 下周一就要 有问题吗 小婷 起床了 小婷 快起床 你今天不是还要上班吗 快起来 早餐做好了 别迟到 我 还要上班吗 小婷 我擦了 怎么了 忘存了 我昨天晚上都去 全都没有存 没事 我昨天看你睡着了 就帮你存了 没事 有我呢 我什么都不说了 牛皮 快点 起床了 别迟到了 小天 小天 怎么了 你知道吗 胡哥出事了 出事 出什么事 你知道吗 昨天胡哥趁他老婆出差 带小三回家 你猜怎么着 他老婆提前回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老婆不是练过空手道吗 那场面老惨了 胡哥被打得比这方便宁还惨呢 这下子 他一个月以后才能上班 这下子 我早上通向老的计划书 那么白写了 赵老天 老板叫你马上去见他 哦哦哦哦哦哦哦 怎么了 什么 谷歌要跳槽 这个吃里扒歪的东西 为了跳槽 居然出卖公司的机密 我听说他还带了几个亲信一起跳槽 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老板 相信我 我信 狗日 跳槽居然都不带我 活该你被打成方便面 小点儿 我知道你 是一个心感踏实的年轻人 平时公司部门很多事情都是由你来做的 对了 这次和牛大海合作的计划书 也是你来做的 是不是 是 看来啊 一定要多给你一些机会 这次和国信投资这个项目 就由你来谈 如果你能把这个牛大海搞定了 这个部门的主任 位子 就由你来做 真的 好好看 我看好你 喂 您好 我昨天又打过电话 喂 您好 是国信投资吗 您好 我昨天又打过电话 我想约一下牛总 我想问一下 牛总这两天有时间了吗 有事情要谈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牛总这两天方便吗 能不能方便 给我一个牛总的联系方式 好的 没关系 我可以等 喂 喂 您好 要不明天下午过去也可以 明天晚上也行 我真的很需要见到牛总 真的 喂 喂 怎么样 根本约不到 您好 喂 您好 喂 小天 我是安康啊 老同学好久不见了 下周咱们班同学聚会 你一定要来啊 对了 听说林丽婷也会来的 林丽婷 你别跟我提她 别这样 不就当年你追她的时候 人家拿你当幌子 跟咱篮球队那家伙搞上了吗 都这么久了 别那么小气 不好意思啊 我有电话进来了 下次聊 下次聊 什么 心情不好 还不是约牛蛋海的事 妈的 不行 棉校公司 我必须把它约到 我看行 加油 您好 您又来了 刘总今天有空吗 对不起 我们老板现在还在开会 那没事 我可以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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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今天不行的话 明天也可以 我休息的时候不办公 要不这样 牛总 你要去哪儿 我在车上跟你 你怎么这么烦呢 说了没兴趣了 牛总 给个机会吧 谢谢您 谢谢您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有个聚会 有空的话带着你的计划书 看我有没有时间听你说说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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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想你乐 太大事了 来 同学们 好久不见了 坐坐坐 你们今天刚得好早啊 看后来吃饭吧 什么吗 刚才呢 这这这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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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同学们 我把谁带来了 这儿有小脸 各位好 快点快点 小脸 坐快坐 坐 快坐 刘总 你们认识啊 公关公司的 就整天追着我谈什么项目合作 一天就烦死了 这是我同学 一婷 这位是 不好意思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老公 牛大海 好 牛总好 牛总好 大家 开始吃吧 来 我们吃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搞的 这么点事都办不了 我花钱请你们来是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来制造麻烦 好了 我吃饭了 大家在吃饭呢 先别谈公事了 没办法呀 忙啊 对了 那个谁啊 你不是说 有什么计划书要给我介绍吗 不着急 不着急 我下周一就去美国了 如果你现在不说 我怕到时候不一定有时间听你说 好的 好的 谢谢 牛总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计划书呢 我们现在为您设定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是首先可以 跟那个客户 首先建立一个互相信赖的关系 然后让顾客通过 广告这些东西 我一天花钱请你们来干什么呢 我不管那些 明天上班之前给我一个正 你说你说我听着呢 明天上班之前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 如果做不到 那些顾客群体的调查 立马给我卷库给滚蛋 你说我听着呢 听着呢 说 说 让顾客都知道这个产品的 在地铁里面 在商场里面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一晚上一点重点都没听到 还有啊 你这个产品的名字也不够响了 干脆就叫PK算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 你啊 先回去 把这个宣传重点啊 写得再详细一点 再来找我 行不行 好的好的 这一晚上吧 这啥都没干 就听你在这道德 有劲啊 你这不对啊 该发酒 走 敬您一杯 您随意 我干了 来 您随意 好 牛总 我再敬您一杯 我把这剩下都干了吧 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谢谢 来 再拿两瓶啤油 来 再拿两瓶啤油 都这么晚了 你还不睡啊 PK 啥玩意儿啊 牛大海的那个化妆品 化妆品叫PK 好像有点傻 他喜欢 随他便吧 对了 我二叔的搅气水 好像也叫PK 搅气水 嗯 不行 我明天要告诉他 不行不行 我困了不行了 你记得散痘 我回去睡了 好 晚安 晚安 你怎么能做 你凭什么呀 找证就找啊 我需要你过里面吗 用吗 我没想到的 我忙了 没办法呀 过什么了 我给谁过呀 那好 王经理 我回去先把这个方案做出来 然后呢 明天或是后天拿过来给您看 好吧 好 我先忙 那我先走了 就不送你了 好 谢谢 周小天 周小天 你怎么在这儿啊 周小天 我这边跟这边公司有合作 走走走走 丽婷不是说要过来吗 怎么还没到 谁知道了 整天看她在朋友圈秀恩爱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来 上回同学聚会 我看她和她老公关系 也一般呀 是 我也这么觉得 对呀 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我公司老板刚结婚 你们猜怎么着了 怎么着 在外边又勾搭上一个 其实啊 她老婆都知道 她老婆不跟她闹啊 闹什么也闹 又不想离婚 整天在我们面前跟没事人似的 还在朋友圈秀恩爱 其实大家伙心里都明白 真可怜 我用不着你们可怜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在别人背后说人家隐私有意思吗 我什么都没说 别装了 我刚才都听见了 对 我老公是在外面有人吗 我是不想要告诉你们 我整天装成没事 我在朋友圈下恩爱 我怎么了 爱上你们什么事了吗 丽婷 我们真的没有说你 是阿霞说她公司老板的事 对不起啊 我们不知道 你和你老公也这样 我们不知道你和你老公也这样 嗯 哎 哎呀 这还是个美女啊 对不起啊 美女啊 哪儿 干嘛 你有病了 你谁啊 你拿一个玩玩吧 你走开 美女 走开 你想谁啊 我来 你多管闲事啊 我叫你们滚 我叫你们滚 老大哥这儿老大 大哥 咱一会儿回来送人啊 等着 你干嘛拿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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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你是谁啊 回家 你不回家 回家 你不回家你给我 你走开 你ame 你不便宜 你别碰我 你現在 哎 你别碰我 你这儿去干哪儿呢 是你家 站那儿annie 我回来了 你别走 别走 你 你背着我在外面 给我带别人 我还得每天装成跟没事一样 我真的 我真的 我还累了 别胡思乱下了 好好休息吧 别走 我走 别走 别走 你可算回来了 你 你怎么在我家 你爱人对我做什么了 没有 我昨天晚上 我扶你到沙发上 然后 我好像 我好像就被人打晕了 你被谁打啊 我去 老婆 我回来了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去躺起来 快去去去 我 老婆 老公 你回来了 不对劲啊 没有啊 我刚起床 什么声 什么声 没 没什么声啊 让开 真的没什么声音 让开 老公 老公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可以跟你解释的 他 我 你他妈的还诬陷我 说我在外边有人是吗 我出个国 你把人都给领家里来了 不是那样的 他是被人给打晕的 你说呀 说呀 我是被打晕的 被打晕的是吗 我他妈现在就恨不得 给你们两个打晕了 然后进竹笼 老公 你真的不要误会 我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 滚 明天开始 别让我再见着你们这两个 都是狗男女 离婚 离婚 老公 刘所 我真的是被打晕的 我让你去搞病犹大 你他妈的倒 直接把人的老婆给扛了 你他妈的什么素质啊 不是这样的 我当时也不知道发 我逼你 别跟我解释 我走男床被我什么不知道 带着你的破东西 给我滚 老板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 你我滚得越远越好 滚 我滚就滚 把门路带着 之前不是还说让他顶地胡歌当主任吗 这是怎么了 听说呀 他看见客户老婆漂亮 趁人家喝多 把那女的给扮了 不是吧 我操他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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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一个手 你 你 看 我 我 给我的当事人造成心理上的伤害 我认为 要您放弃婚内的财产 是很合理的要求 合理 他是个敲诈 父亲 还没找我工作啊 没事 有我呢 够含义 不许拒绝啊 面子重要肚子重要 算我借你的 记得要还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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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爸爸 我没拦住他 够吁吧 是 你想干什么 你干嘛倒是跟别人说我的事 怎么 那你敢干 害怕别人说呀 你别以为你的那些事我不知道 啊 什么事啊 你抓着我了 我可是把你捉剑袋装啊 要不等法院开庭的时候 我把你的家人都叫到一起 然后去欣赏一下你 牛大海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不知道吗 那我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马上去给我签字 算你狠 对了 对了 你现在住的房子好像也是我的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带头你的私人物品 够吗 慢走啊 牛大海 牛大海 您先生之前捉坏了小区栏杆 我们修好了花了两百块钱 老一阵子没见他人 您开是不是 两百是吧 给 谢谢你啊 丽婷 你别担心啊 现在离婚的人多了去了 你先住在我这儿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好了好了 你别哭啊 我 我不说了啊 好了 都怪周晓天那王八蛋 怎么了 小婷 没事 干快递不累 只要你肯吃苦就能赚钱 你正要去干快递 你不是去躺干快递了 没办法 没事 有我呢 也不能总靠着你吧 救急不救穷的 也是 行吧 先干着 慢慢找工作吧 来 祝你虔诚似锦 一帆风顺 大家停一停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王经理 欢迎王经理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经理 我叫王大伟 欢迎王经理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经理 以后我们要好好配合 在一起工作好不好 好 嗨 别来无恙啊 好 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吗 老高 嗨 过来 你说巧不巧 小天也在这儿送拆地呢 他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爱人 以后呢我如果不在的话 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找他 好 好 好了我们去看看别的吧 哦 好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 没有 没有我就不关键 我自己洗了啊 嗯 好 什么呀 什么呀 本小区业主牛大海先生 在本月五日二十二时许 开车撞坏小区内栏杆 没修费合计两百元准 怎么了你 那王八蛋竟然陷害我 你说什么呢 五号 他说五号开车撞坏小区那栏杆 五号五号就是我喝多的那天晚上 你的意思是说 五号当天晚上他就回来了 所以第二天早上他不可能抓紧 肯定是五号晚上他到了小区 正好碰见周晓天送我回家 然后他就跟踪我们回去 趁机打晕了周晓天 然后又来陷害我 肯定是这样没错 周晓天说他头疼 说是被人打晕的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胡说八道呢 太过分了 你老公居然为了不给你离婚的钱 搞这种事 太过分了 混蛋 绝对不会让他冤枉我的 狂八蛋 秦律师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看是这样啊 你只要能证明你丈夫所谓的 作奸在床不成立 我就可以撤销你之前签的离婚协议 真的能行吗 你放心 我一定保证你可以拿到离婚协认 那就拜托你了 秦律师 对了 你还需要找你那个同学来帮你做证 好 没问题 好 周晓天 哎 你怎么办 秦升你被解雇了 我老板说我跟你搞在一起 所以就 谁和你搞在一起啊 他胡说什么 我也说我当时晕掉了 但没人相信 我相信你 业绩还是不错的是吧 对 这是新来的吧 对 不错不错不错 只要你想想我就行 周晓天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只要不是很难的都可以 跟我来 晓天 我今天跟我的历史谈过了 只要你能给我作证 我 不但能洗清你的清白 而且啊 我还能得到我的婚后财产 可是 晓天你干嘛呢 都几点了 还不准几块件啊 晓天 你一定要给我作证啊 好 我去工作了 好 快去啊 干嘛呀 就是他呀 什么呀 你别给我装糊涂 你不就是跟别人搞上了 才被公司开除的吗 你不要听那名人瞎说啊 我跟他没这么有事啊 你不用跟我解释 咱俩已经没关系了 我只是想不到啊 周晓天 迷了我 竟然堕落得这么快 居然还睡别人家的牢 你指谁呢 我刚刚查到你和你的丈夫早就离婚了 您说什么 这是你离婚判决出复印件 我猜得没错的话你是被离婚了 被离婚 什么是被离婚啊 就是你丈夫 正确地说是你前夫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到法院起诉给你离婚 法院接到起诉后 我会给你寄出起诉书的 我没有收到起诉书啊 你得好好想想 这还用想吗 等一下 过年的时候 他跟我说要去国外旅行 后来又说公司有事他走不开 最后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应该就是这段时间 他到法院起诉给你离婚的 可是这说不通啊 他既然都已经和我离婚了 那他干吗还要骗我 签这个离婚协议书呢 虽然你们俩在法律上 是已经离婚了 但是他这种做法 毕竟是见不得光的 我猜他是在等待时机 现在正好有机会 让你感觉自己 被他抓住婚外庭了 所以他逼你签了离婚协议 他好高定无忧了 正好现在被你发现 他在设计陷害你 所以你准备告他 才发现他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 牛大海这人太过分了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一定要告他 律师说现在这种情况很难办 那 那不是还有周小天这个证人的吗 我和周小天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关键的是要找到那个混蛋 和那个小三儿 早有试试婚姻的证据 这样我才能重新起诉他有重婚罪 证据 怎么找啊 来啦 周小天 进来坐吧 来了 周小天 那个 现在已经不用了 不用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跟他上床那事 是不是真的 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这很重要啊 这能证明我的清白 当时我被公司开除 不不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吗 周小天 你真的很想证明你的清白吗 当然了 很好 我也很想帮你证明你的清白 但是呢 你一定要帮我先做件事 什么事啊 很简单 很简单 你不会是想我去揍他吧 就我这个体格 也不一定干得过他 再说 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了 你看看你这个怂念 不是我胆小 其实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要是我去跟他打架受伤了 我后面病假更不好请 周小天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可是因为你 我才被离了婚 我知道 但是你 快快快快 出来了跟上跟上跟上 快点 我告诉你 下次 你喝再多在路边 我也不会管你 你太磨叽了快点 快点 你拍她干吗 你拍她干吗 律师说了 让我多拍她和那个见货的照片 方便我以后打官 她们上去了 她们上去了 不行 看不到了 去后面 来 从这上面 可以拍她 行吧 这边去 别看 我去我去我去 你行不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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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死了 走开吧 你走开 你来这 别要上去 你小心点 你给我扶好了 嗯 你别吓唬我 我一会儿掉去了 我扶哪儿啊 你扶梯子呀 我看 我的妈呀 瞅晓天 我被你气死了 有吗 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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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干吗呀 你别那么多话 有蚊子 周晓天 周晓天 蚊子太多了 你快帮我赶赶蚊子 我咋敢 快快快 顶死我了 你没动 好痛 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跟人动手了 就他那小胆 还跟人动手 自己摔的 什么叫自己摔的 明明是你掉我身上砸的好吗 那我用不用办一个乐于助人奖给你啊 行吧 你们两个 我不知道内存卡里面有事 要是有事就麻烦了 没事吧 太好了 没说话 没说话 丽婷 你关心一下小婷好不好 什么呀 你看看他都受伤了 怕是得几天都上不了班了 那不正好吗 这样的话你明天可以继续跟我去拍照啊 林丽婷 你只是在乎那些狗屁证据 对 你跟你老公离婚是我害得没错 但现在你什么证据都有了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祸不亏钱 也不用再联系 再见 不 再也不见 晓天 晓天 丽婷她不是那个 周晓天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吧 我 头好晕啊 我好像刚才摔下来的时候 得震到了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 刚才你怎么不说 我被那个混蛋给赶出家了 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 算了 算了 没事了 我应该躺一会儿就好了 阿瑞 你扶我回房间吧 行 来 起来 慢点 慢点 来 我想 怎么样 没事吧 要不 我还是送你去医院看看 没事 真的 阿瑞 你能帮我去倒点水吗 好 好 好 我去吧 到底怎么样 用没有去医院啊 去个屁 你没事啊 当然没事了 我没事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谢谢你了 晓天 不客气 其实 你帮了我这么多 我应该感激你的 多怪我不好 我就只顾着相机的事 对不起啊 我真的没事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快点回去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没关系 要不 还是先弄你证据的事情吧 我明天去公司 再请几天假 别呀 你别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工作 算了 你别想了 就弄你招吧 你在哪儿休息 跟同同大海的事情 就我来弄 我有时间再来看你 谢谢你啊 晓天 不要闲 不用闲 继续上座 那我先走了 好 你走吧 你照顾好理解 自己小心点 还疼了 没事 你自己小心点啊 走了吗 走了 你可以出来啦 搞定 真死了 坐吧 你这脸咋整的 我不要吟摔伤的 我想 再请几天变价 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的 晓晓天 你不会是 搞别人老婆 让人给揍了吧 我再说一遍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别冤枉我 我不冤枉 你说说你 又来公司几天 就连着请假 我看 你是不想干的 那个 发生什么事 俩闉事 没事 没错 我他妈就不想干了 好 周晓天 周晓天 开门 周晓天 周晓天 你怎么在睡觉啊 不是说好二十四小时盯队的吗 来 喂 就这么点啊 没别的了 有的还不是出差吗 那女的没有跟着去 我拍了一上午发现没人拍的 我就回来了 怎么了 够了 跟我来 快点 你们 牛大海不是出差了吗 我们还过来干吗呀 不然是升级证据了 怎么了 四少名展是犯法的 犯什么法 这房子至少有我一半的产权 那也不行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这是谁啊 就是那小塞 快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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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快拖起来 这边有一个门 平时都不锁的 锁了吗 快拖起来 你锁了 快拖起来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 下水去 这块有没有发现呢 这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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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 看着 还没有发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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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律师 哎 我有点事找你说了 您说 哦 这位是 他就是那个给我帮忙的人 哦 你那个 工作效率很高呀 有没有兴趣来跟我帮忙工作 秦律师 你找我什么事啊 哦 关于你前夫在年初和你离婚的事 我有一点新的发现了 你跟牛大海年初对姐离婚了 对啊 被离婚 怎么了 你还不知道吗 你不是说是因为我才跟他离婚的吗 本来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又出 其实这是吧 你闭嘴 你说 对 那个混蛋趁我出国的时候 对法院起诉更厉害 所以说 你跟他离婚跟我一点关系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要不是你送我回家 他也不能设骗局 让我跟他签字离婚 你很聪明 你很聪明 我自己犯贱 醒了 也不会是 你说 东东 我最爱 但是这个事情 你照顾一下 所以 esf 我尽散了 你 煜了 对しか 她真的是因为找不到别人帮忙 所以她在装云骗你的 什么 上次晕倒 是装的 你不是说你都知道了吗 是 她现在是都知道了 小婷 小婷 你别生气啊 让开 你听我给你解释 让开 玉婷 你让开了 玉婷 小婷 你快去看看 丽婷晕倒了 你别想再骗我 真的 丽婷 丽婷 你醒醒了别吓我 你快来帮忙啊 你快来帮我 我看你这是有二种花样 周晓天 你笨死了 丽婷 你怀孕怎么不告诉我呀 怀孕 怀孕 怀孕是好事 恭喜你了 这次官司你已经定了 就算是没有赡养费 你也可以 先交她一笔护养费了 对 一定要让你混蛋负责 不对 这孩子不是她的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那个了 什么 那那这孩子是谁的呀 看我干什么 又想赖个我 我那天都被人打晕了 我那天都被人打晕了 我都晕了我怎么可能 那什么呀 那可不一定 你是头被打晕了吗 又不是下面被打晕了 谁知道你上面 被打晕了之后 夏韵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 你们不要什么事都赖给我 你像谁想赖在你身上啊 人家放着大块老公不赖 凭什么赖在你什么都没有的 吊丝上面 你没谁想赖给你 你滚 不想要再看见你 阿伯走 丽婷 要不然给小天打个电话吧 干嘛呀 难道我有了她的孩子 我就一定得交给她 我给我 干什么 我想跟丽婷谈谈孩子 可是她不接我电话 用不着谈了 她已经去医院准备做掉了 什么 对不起啊 是我们的化验单搞错了 那是另外一个孕妇的化验单 你呢 就是有些低血糖 所以晕倒了 回家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医生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丽亭 干吗 干吗 丽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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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千万不要打带孩子 你 你养得起吗 我求你 只要不打带孩子 对付牛大海 我还有本 真的 真的 真的你怎么不早说 你可别骗我啊 这个办法有点风险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你放心 就算牛大海不给钱 我也一定会照顾你跟孩子的 行 回家说 快 快进去 快快快 你慢点 小心点 我没事 快快快坐下 你快告诉我 你到底有什么办法能让那个混蛋给我钱 那天我们去牛大海别墅搜集证据的时候 我在他的房间看到他的计划书 那又怎么样 他真的把他的产品取名叫PK 但其实这个商标已经被注册了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商标买过来 然后 就可以跟他打官司了 太帮了 周晓天 你现在只需要安心养胎 其他事情我来做就行了 好的 晓天 我都听你的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咱们的孩子 你也要努力啊 还有 就算这件事情没有做成 我也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 你不能这么说 你必须得成功 我和宝宝的将来可都靠你了 那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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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啊 努力 努力 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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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啊 我在屋里可都听见了 你先去给我弄点吃的 我一会儿慢慢地告诉你 快快快快 你帮我弄点吃的 你帮我弄点吃的 快快快 你没怀孕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周晓天 我律师说啊 我现在掌握的这些证据 想要打赢这场官司是很难的 那既然 他有办法能够搞定刘大海 我干嘛不试试看呢 一天啊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 我可警告你啊 你可千万不要像上次那样 什么都说 我这次快就靠他了 男人 就得用逼的 大不了事成之后 我再靠他真相嘛 反正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啊 对吧 哎 这次这么快 就从你二叔那儿买到这个商标 好 真的要谢谢你啊 谢谢啥呢 虽然说你现在拿到商标了 但是毕竟人家是牛大海 要真搭起官司来了 你未必占得到便宜 好了好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吃吧 哎 你别光顾着吃啊 社群办法怎么样了 挺好的呀 我可警告你啊 你别以为我怀了你的孩子 就一定会跟着你 哦对了 我今天在电视上 看到PK的广告了 真的吗 嗯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谈判了 嗯 我觉得再等等 好像 要等宣传做到还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 让他骑虎难下不就好 哎对了 公司要我去培训 你要去多久啊 大概一个月好像 一个月 嗯 一个月 那阿瑞不太佳 我得过来照顾你啊 你可别 我不用 我不用 嗯不行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我真的不用 你要是不要我来照顾你的话 那牛大海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哦 我有点儿困了 我明天还要早起 你们聊啊 我走了 哦 困死我了 哦 嗨 你来这么早干嘛 不是说好了吗 阿瑞出差 我过来照顾你 你昨天都答应我了 谁答应你了 阿瑞 我答应他了吗 嗯 我先走了 好了好了啊 你们聊 你们聊 我 我先走了啊 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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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 我没看 看着 你就这么傻呆呆地看着我 有意思吗 你怀孕了心情不好 我不跟你计较 什么味啊 什么味 听到 我忘了 你在干嘛 喝 中药 这什么 你喝中药啊 不是我喝 给你熬的 给我 对啊 我特意去求到方子 这个方子对孕妇特别好 而且你孙子虚喝了这个就更好 你别开玩笑了 我才不喝呢 丽婷 别的事 我都可以将就你 但这种事情 就不行了 你要是不喝 那牛大海的事 别说了别说了 我喝我喝我喝 怎么这么苦啊 两样我苦口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我面再给你啊 我还要喝 这个要喝一个月才会有效的 那你好好休息啊 你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啊 我怎么进 起床了 早安 早安 你起这么早干嘛 做运动啊 做运动 加油啊 干嘛 不是我做运动 是你做运动 我做什么运动啊 我在晚上学了健身操 对宝卧特别好 所以我们去做运动了 走啦 你有毛病吧 我不是 走啦走啦 我要睡觉你不要 走啦走啦 走啦 可算回来啦 走啦 我勿死我啦 我的天哪 你不知道我这个月过得有多惨 我每天不是何忠耀又是坐操 我如果你再不回来 你可能就见不到活得我啦 我看你这个月过得活得了 不错什么呀 你看看 这 这就是我自己刚装的 我之后可能就得靠这个蒙混过关了 像不像啊 像不像 像个屁 我看他像二胎 你好好的说 周小天什么时候找牛大海谈判 跟你说了吧 我真的是很郁闷 我每次问他他都说再等等 我就不知道如果再等下去的话 我这怎么装啊 我觉得 周小天照顾你挺细心的 要不然 你就真跟他生一个 你别呢 你怎么一回来就开我玩笑 快去看谁啊 快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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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这么玩的 周小天 他肯定是找我喝中药吧 你 你就说我睡了 快去 小天啊 丽婷呢 丽婷她睡了 睡了 对了 这是给她煮中药的 中药 我上去看看 丽婷 丽婷 你睡了吗 丽婷她睡了 那她睡了我就先回去了 对了 你帮我告诉她 我明天找牛大海谈判去 你明天找牛大海谈判 真的吗 你明天就要跟她去谈判了 太好了 你记住啊 你见到那个混蛋 一定不能客气 你刚才不是睡着了吗 你怎么 不行不行 明天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表报线 不然你一定会心软的 对 我得跟你一起去 谢谢你 谢谢你 喝水 喝水 走走走 好吧 我果然没猜错呀 你们这两个狗男女 早就有问题 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明明是你之前想把我打晕 害得我 少废话 马上把欠我的还给我 要不然咱们就法庭上见 法庭上见 你货呀 我告诉你 老子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律师身上 你们两个也别想在我身上拿走一毛钱 叫保安进来 送客 出去出去 出去 赶紧的出去 去 混蛋 明明就去法庭告出去 这种事 要是那种法庭 其实要打很久官司的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最好能协商解决 喂 是你说的 只要有个商购券 他肯定又会给钱的 我真是瞎了双眼 我竟然会相信你这废物的话 废物 废物 大废物 好了 别生气了 小心点孩子 滚开 废物 够了 别叫我废物 如果你觉得我是废物 就别找我 可不是我求你的 是你自己来找我的 好 我犯贱 我保证 我以后不会找你 怎么了 想他了 谁想他了 我才没呢 快点给他打电话道个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是他没用事才没办成 人家也没说这事一定能成功啊 再说了 他是用自己的钱去买商标 他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你 不要干吗 你感觉没关系 你让他抵远了 这事多多次 我又吃得到了 你吃饭 你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吃饭了 你 表玲玲田就没再找过你了 这也太不地道了吧 就算事没办成 怎么说也是你在花钱帮她办事 喂 嗯 是我 你找我来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俩先出去 那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用你操心 我们好着呢 快去出去 我这个手机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连流量 带话费全都没了 是吗 怎么了不是 快去 快去 等一下 小天 一婷 电话怎么回事 怎么老早不通啊 干什么呀 她想要骂我呀 她签字了 真的呀 真的 不听了 我 她就是我的孩子 刘大海说的一点都没说 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了 对不起 你天啊 这是牛先生过副给您的 请您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 您就可以欠责了 您好 您好 小天 收工了 给你签 辛苦辛苦 小天 小天 你那不敌不是达到了吗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今天去律师行 把字签了 我今天都会吃饭 很好啊 恭喜你 一起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很忙的 就一顿饭 很快 干杯 二十年 我最后再给你二十年 周小天 你不会生我亲的对不对 你知道我是困不得已 我才这样做的 我说真的 这次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这么顺利你来到亲 要不我分你点儿 要不我分你点儿 谁啊 来 来 来 为了咱们三爷的梦想 来 喝一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三爷的梦想 干杯 你看看吧 我这才毕业才几年啊 少快点 我那两天就在那边厚着呢 没事 没事 那是 看看 大方的 至少 你 遥控的 遥控的 在电池的 你回去把它拉回去 尝尝 第一个 第一个 别自己烦死了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然值了 好 是 没错 那我要庆祝啊 那你陪我喝酒呗 来 好 干啥 行 这脑着急 我让人家困得不错 还行嘛 等会儿也倒上 行 小心 我让人家困得不错 来 咱们继续喝吧 这点都喝完了吧 别喝了 喝呀 还没喝完呢 我要庆祝 我让人家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猜对了 我现在正在他家呢 那当然了 我是谁啊 搞定他还不就是小菜一碟 就算我再骗他一百次 只要我勾勾手指头 他还是会乖乖地爬过来的 对啊 小天 对不起 地上有碎玻璃 我爬不过去了 小天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不是又有哪个大老板 看上了 想趁我喝醉 再骂我一次 周小天 演啊 继续演啊 周小天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来找你 就算在街上碰到你 我一会掉头就走 我不是真的想说那些话的 我是真心的 我真的是真心的 好了 好了 我知道 就怪那盲把蛋 该他找不到你 好了 你别哭了 好 来来来 看小脸都哭花了 别哭了啊 乖 别哭了 还有 小天这次去外地应聘 带走他所有的东西 他说 他不想再回来了 我说你看我们当年那几个忙这么好 现在怎么就差小天了 嗯 我见过小天啊 真的 谁啊 真的 我还跟他说今天的机会 但是她说今天来不了 要飞 咱们现在能见面的同学越来越少了 也不知道说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们谁见过林立婷啊 没有 那样的女人用不着你操心 对 航班延误了 我尽快过去吧 小朋友 要不要我请你 妈妈说不让我吃陌生人的东西 那妈妈 妈妈在哪儿 不知道 你不会是 背着妈妈偷偷不知道的时候跑出来的啊 那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好 来 怎么样 我们已经联系到孩子妈妈 她现在正往这里赶过来 好 行 行 谢谢了 谢谢 喝酒 喝酒 不愿意是麻烦你了 小心 没事 没事 天天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没跑 还说谎 这是谁给你的糖啊 妈妈不是说过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糖吗 叔叔她不是陌生人 我告诉她我叫天天 她知道了名字就不是陌生人了 谢谢你啊 保温同志 不用谢我 幸亏这位先生及时把孩子送过来 厌我忍一些 孩子叫什么 我来赶时间 谢谢 好 周外天 真是我儿子 说话呀 说什么呀 我说的话你还相信吗 看来 我要把工作带回北京了 你这是在求婚吗 算是吧 你就想这样和我嫁给你啊 那个戒指都没有 那你答应吗 天天啊 天天啊 爸爸 哎 没事 有我呢 有我呢 我呢 去夏天啊 不就可以了 木湯 你 让我去 枉籽 你 你 或者你 你 每一句謊話 都成了折磨 讓今後的人生 一直漂泊 生命 像一盞燭火 在人海搖曳 把脆弱的眼淚 燒成寂寞 我想 我是被愛的 更是渺小的 多少次我愛過 可然後呢 那些故事 過程多美 結果多蹉跎 那些我們 銘心刻骨 終究成過客 終於我們陌生的想 不曾見過 終於我們各自 什麼不打擾了 只是要是夢中 我們還相擁著 幸福到已睜開 眼就淚流著 終於學會堅強更努力的握著 終於拋開過往真的 無欺巧了 只是有天你 我在日間的時候 我想我還是會說 我想你了 在日間的時候 我還是會說 我想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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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 然後是嗎 我還是會說 我想你了 那天 看來 你去宣布 你的眼淚 你的眼淚 那我還沒想錯 感谢观看